好来我们现在进入习题 part c 然后习题 part c呢 这一个叫做平方差公式 平方差公式我们怎样认题目 他要我们音试分解的时候 我们怎样认呢 我们看他有两个 term 中间是减 然后他有 x2 y2 a2 b2 然后有1496 这些 perfect square 的号码的存在 然后他是 a2-b2 他会变成 a加 b a-b 然后我也可以讲 他是前面的 square-后面的 square 等于前面加后面 挂胡前面减后面 然后有一些学生就问我 老师我可以写成 a-b a-b吗 ok 是可以的 但是我自己本身不习惯啦 因为我自己本身习惯是 a加 b a-b 然后为什么可以呢 因为我的 2 x 3 是 6 啊 我的 3 x 2 也是 6 啊 所以我的 a加 b 乘 a-b 跟 a-b 乘 a加 b 出来他也会变成 a square-b square 所以在这边 我的 a square-b square 的时候呢 他就变成 a加 b a-b 然后 b square-4 square 的时候 他变成 b加 4 b-4 然后 c square-5 square 的时候 他变成 c加 5 c-5 所以你看到 a square-b square 你就要马上知道 他是 a加 b a-b 这个非常重要 这个平方差公式呢 他是属于 form 2 第二课一定会考的屏幕 OK 他在那个老师考第二课的时候呢 他一定会考这个东西 他要么就是直接叫你 a square 不然他再加减乘除 分次的部分也会用到 然后这一题他开始有点复杂的 这个我要把它想象成 b square-2的 square 然后他就会变成 b加 2 b-2 这一个 e 我把它想象成是 e 的 square 所以他是 b加 1 b-1 然后这一个呢 是 d square-10 的 square 所以他会变成 d加 10 然后 d-10 好接着我们看第七题 这一个 e 是 e 的 square 所以他是 1加 k 1-k 所以我们在遇到这种两个 terms 中间是减有 p square 的时候 你看到 e 你要小心 e其实是 e 的 square 所以这个是 7 的 square-y 的 square 所以他是 7 加 y 然后 7 减 y 然后这一个是 8 的 square-m 的 square 所以他是 8 加 m 然后 8 减 m 所以我们在那个 form 1 chapter 3 的时候 我让学生费 然后 49、64、81、100、121、144、169、196 这一些东西 我那个时候就让他们在 form 1 chapter 1 的收费 然后在这一边我们就可以用到了 e square 是 e e square 是 4 e square 是 9 e square 是 16 e square 是 25 e square 是 36 e square 是 49 e square 是 9 e square 是 81 e square 是 11 e square 是 11 e square 是 12 e square 是 12 e square 是 13 e square 是 16 e square 是 16 e square 是 16 e square 然后这些我们都有背 然后接着我们再来这一个 他这一个是 a square-整个 2b 的 square 所以他会变成 a 加 2b 然后还有 a 减 2b 我的 4b 的 square呢 他是 2 square b square 所以他是整个 2b 的 square 然后同样的 这一个是 a square 减 7x 的 square ok 7x 49 所以他是 e 加 7x 然后还有 e 减 7x 然后这一个他是 4x 的 square 减 y 的 square 所以他是 4x 加 4x 加 4x 减 y 然后这一个呢他是 4a 的 square 减 3b 的 square 所以他是 4a 加 3b 然后还有 4a 减 3b 然后这一个呢 然后这一个是 2n 的 square 减 3n 的 square 所以他是 2n 加 3n 然后 2n 减 3n 然后这一个是 11 的 square 减 y 的 square 所以他是 11 加 y 然后 11 减 y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 16 题 16 题这一边呢 他开始 呃 跟 20 跟 21 题 他是一样的 你要把 2 抽出来 他剩下 a square 减 25b square 然后他就会变成 因为他这个我把 2 抽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他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个是在之前的那个 抽的时候 抽的时候我抽 2 出来 我就除 2b 然后 25 所以他是 a square 减 25b square 然后他就会变成 a square 减 5b 的 square 然后接着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了 那一个二挂弧 a 加 5b a 减 5b 然后这一个是这样 所以他是 a b 的 square 减 1 的 square 所以他会变成 a b 加 1 然后还有 a b 减 1 然后这一个呢 是 10x 的 square 减 7y 的 square 所以他变成 10x 加 7y 然后 10x 减 7y 然后接着这一个呢 你就把它想象成 他是 p square 减 1 bar 5 的 square 然后这个是 e 的 square 这个是 5 的 square 所以他是 1 bar 5 的 square 所以他变成 p 加 1 bar 5 然后 p 减 1 bar 5 然后这个我也是把 2 抽出来的时候 我除 2 除 2 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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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会变成 2 a square 减 b square 所以他会变成 2 a 加 b 然后 a 减 b 然后这个我也把 2 抽出来 然后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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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所以他会变成 2 a square 减 9b square 所以他会变成 2 a 减 3b 的 square 然后他就会变成了 2 a 加 3b 然后 a 减 3b 然后 a 减 3b 所以他是 x 比 2 加 y 比 3 然后 x 比 2 减 y 比 3 然后这一个是 a b 的 square 减 2 c 的 square 所以他是 a b 加 2 c 然后过后 a b 减 2 c 然后这一个是 5 的倍数 我5抽出来 9 k square 减 k square 所以你在这边你看到他 45 跟 5 不是那个 perfect square 的时候 可是我把 5 抽出来的时候 他就会变成 perfect square 的东西了 所以他是 5 然后 3 h 的 square 减 k 的 square 所以他是 5 3 h 加 k 然后 3 h 减 k 然后这一边的这一个我把 3 抽出来 除 3 除 3 然后这一边 3 42 39 27 所以他这一个会变成了 3 4 x square 减 9 y square 所以他会变成 3 2 x 的 square 减 3 y 的 square 所以他会变成 3 2 x 加 3 y 然后 2 x 减 3 y 然后这一个 8 288 除 8 有吗 288 除 8 它会是等于 8 288 288 除 8 它会是等于 36 所以我把 8 抽出来的时候 所以我把 8 抽出来的时候 我这个除 8 这个除 8 这个除 8 然后 8 8 月 然后 呃 什么 那个 36 呢 然后我这一边是 36 所以他这个就变成 8 b square 减 36 c square 然后他会变成 8 b square 减 6 c 的 square 所以他会变成 8 b 加 6 c 然后 b 减 6 c 然后这一个 a square b 我把 b 抽出来 他 b 是他一样的东西 我把 b 抽出来 我把 b 抽出来 所以他说 b b 月 b 月 所以他会变成 b a square 减 12 1 所以他会变成 b a square 减 11 的 square 所以他剩 b a 加 11 然后 a 减 11 好 接着这一边 这一个 4 跟 100 都是 4 的倍数 我把 4 抽出来 c square 减 25 然后他就会变成了 4 c square 减 5 square 然后他会变成 4 c 加 5 c 减 5 有一些学生呢 他会把他想象成是那一个什么 有学生他会想象成 他是 2 c 的 square 减 10 的 square 然后他就会变成 2 c 加 10 然后 2 c 减 10 可是你这样做的话呢 他是不完整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前面还可以抽 2 出来 c 加 5 后面我还可以抽 2 出来 c 减 5 所以他会变成 4 c 加 5 c 减 5 这样才是最标准的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看到他的号码 能够抽一样的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件事情 一定是把他一样的号码抽出来 然后在这一边 b 减 c square 减 a square 的时候 他会变成 b 减 c 加 a 然后 b 减 c 减 a 就是这样 整个 b 减 c 减 a 整个 b 减 c 减 a 我们要记得他前面 square 减后面 square 前面加后面 再一个挂幅 前面减后面再一个挂幅 所以这一个呢他是 就是 x 加 x 加 y 然后 x 减 x 加 y 所以他会变成 x 加 x 加 y 然后 x 减 x 减 y 这一边这一个我把它这样乘进去 然后他就会变成 2 x 加 y 然后减 y 这样 ok 当然我们正常的情况之下 我们会把它写成减 y 挂幅 2 x 加 y 这样的东西啦 好 然后这一个就 1 加 x 减 y 然后 1 减 x 减 y 所以他会变成 1 加 x 减 y 然后 1 减 x 加 y 这样 他是 x 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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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加1 a减1 同样的 这个它是d2 的square 减9的square 所以它变成d2加9 然后d2减9 记得我们的这一个平方插工式 它中间一性是减的 中间是加d2加9 你不能够做任何的东西 a2加1你不能做任何东西 可是我的d2减9的时候呢 它是这个d2减3 所以这一个我的d2加9 造写 这个是d加3 和d减3 就是这样 ok 好 接着第34题 我们记得前面square减后面 square等于前面加后面 前面减后面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这个是 前面 加 后面 前面 减 负面 所以它这个会变成a加b加a减b 然后a加b减a加b 这一边这样减成进去 所以它 会变成2a 这个会变成2b 然后才会变成4ab ok 你在这一边的时候什么b减b就没有了 然后a减a也没有了 然后这一个呢 它是a2的square减b的square 所以它会变成a2加b 然后a2减b 然后它的a2加b不能够做任何的东西 可是a2减b会变成a加b a减b 然后这一个呢 它是3m加2m加m减m 然后3m加2m减m减m 所以它这个就会变成3m加2m加m减m 3m加2m减m 加m 这一个要把它参进来 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了4m加m 然后这一个是2m加3m 然后这一个呢 它是4x的square减3x减y的square 所以它会变成4x加3挂弧 x减y 然后4x减3挂弧 x减y 所以它会变成4x加3x减3y 4x减3x加3y 所以它会变成7x减3y 然后x加3y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其实已经是超出国中的啊 国中不可能出到这样复杂的 不是不可能啊 现在我没有看过了 暂时 然后这一个呢 它这一个其实是3square 这个是2square 所以它是3挂弧x加y 加2挂弧x减y 然后3挂弧x加y 减2挂弧x减y 所以它这一个会变3x加3y加2x减2y 然后3x加2x加2y 所以我们这一边这样 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5x加y 然后x加5y 然后这一个我把6抽出来 除6 所以它变成了66月46 然后a4-4sq 哎呀没有a2可以抽出来哦 所以它是6a2 a2-4 所以它是6a2a2-2a2 所以它是6a2a2-2a2 172-132这种题目呢 我们在课中172-132 我们可以直接拿到答案是120的 然后可是呢 在课中呢 我们就可以变成17加13 17-13 17加13 30 17-13 它就4 然后它变成120 所以65加35 然后65-35 这一个是100 然后30 所以它变成3000 所以它的65sq -35sq 它变成3000 OK 好 然后 接着我们的下一题 这一边的这一个 它就会变成203加3 203-3 所以它是206 然后200 然后它这一个622 然后412 然后412 所以它是203 sq 减3 412 412 所以在这一边 这一个8c平方杀公式的 那个40体练习 我们就做完了 现在的912 给我们的112 412 512 412 612